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力营造友好氛围 台并下却是各大算盘 外界认为此举是习近平在G20峰会前提醒美国总统川普 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以增加于华谱谈判筹码 而对于金正恩而言 则能巩固不稳定的同盟关系永灵不闭 我们刚刚新闻当中在解读习大大 他为什么要到北韩去 而是要展现他对北韩的影响力 那主要是他聚焦在G20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的是 还有一个新闻是中共航舰辽宁号 他第一次远航 其实他已经出门很多次了 但是这一次是路程比较远 所以他整个绕过去从宫湖海峡 他绕了一圈之后 居然是进入到南海 要怎么样解读 敏捷哥 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中所谓的 角力的这一个战略格局 先看到这一个星期五星期六 在日本大阪要即将举行的这个G20 那这一个G20我们看到 就是说川普跟习近平都会参加 那可能还会有会外会 那川普现在看起来他是满手好牌 他除了他自己认为说最强的当然是关税牌 所以他先前就已经呛习近平 你如果不来的话 我直接就这个加征你3000亿美元的关税 那呛的让习近平去也不是 不去也不行 让他有点这个进退两难 因为去的话好像是示弱 那去的话 既然如果现在习近平答应要去 那去总不能这个手头空空的 没办法跟川普平起平坐 所以他一定要带着所谓的筹码 那展现他中国的实力 才可以跟川普等于说公平的来谈判 那川普除了所谓的关税牌之外 另外我们当然国际上也很多解读 认为说南海牌可能也是他会打的 因为习近平之前有承诺 就是说不在南海这个岛礁军事化 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个信用 那等于说美国很容易拿这个来对他禁施压 所以南海牌是一种 另外也有人认为说台湾牌也许也会提到 那甚至就前一阵子 这个香港反送中的这样的游行 那可能香港牌也会变成美中谈判的一个筹码 那这个回过习近平来 习近平手头上看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牌可以打 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这一阵子 就用军事外交的筹码 要展现他的实力 第一个就是外交上我们刚刚看到 除了这前两天到北韩去访问 为什么事实上他们 他跟金小胖这一两年见面蛮多次 超过五次来 为什么这时候又到北韩去 那当然是要这一个等于说把北韩拉拢过来 那在此之前到俄罗斯也去找普丁 那他在这一个上海合作组织 也见了这个伊朗的总统 这个罗哈尼 那等于说伊朗 这个北韩俄罗斯 这些本来过去被美国视为敌人 全部拉拢结盟在一起 共同来对抗美国 那军事上面来讲 军事上面来讲 他可能打的大概就是在他周边 一个就是台海牌 第二个就是南海牌 那南海牌同样的 就是说我们看到辽宁舰 为什么这时间点出来 当然也非常的这个跟G20 我想是有很这个密切的关系 就是他展现他的军事实力 那6月11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个辽宁号 他事实上他去年进场大修9个月 那换装的包含 比如说他上面的这个建用雷达等等 还有他的这个航空舰桥 可能有扩增 然后这个机库也有可能做整修 另外就是轮机系统 也有可能换星 但外界不晓得 那这一次他当然出海 军事上本身来说 他当然测试他的这个能力 是不是有提升 第二个当然政治上 当然就是针对美国 为什么 他这一次穿出宫古岛链之后 他不像前两次 走台湾东面的时候 他会南下 或者有一次是北上 那都是后来在第二个经过 就是这个我们南方的巴士海峡 他这一次出岛链之后 突然就消失了 好像就没有他的消息 那等于前一阵子才出现说 这个辽宁号这次绕好远 他走很远 往东南的这个方向走 甚至可能逼近关岛海域 那这个动作是象征什么 那当然就是针对老美 就是说 我们看到就是说 川普政府这一两年 所谓建构的这个印太战略 那他基本上就是 以第一岛链为主的 这样围堵的战略 那他就是辽宁号 这一次的这个远航训练 他等于单点突破 我从宫谷就你封锁不了我 我还是照样出来 照样出来之外 我还可以直抵你第二岛链的关岛 我直接威胁到你关岛的这个安全 所以这个当然 这个直接就是针对美国 针对川普 告诉他说 不要以为我没有实力 可以做反击 那另外他这一次 他跑得非常远 他甚至是绕到 这个菲律宾南方的海域 然后在北上到南海 那现在位置应该还是在南海 在做相关演训 那我们知道在这之前 事实上美国在打南海牌 事实上在先前 香格里拉会谈六月初的时候 先这个文斗 联合多国直接呛中国 你在南海破坏这个国际的秩序 那接下来就武斗 他的这一个雷根号航母战斗群 事实上在稍早上个星期的时候 他就已经跟日本的初音号 在南海先做完这个联合的军演 那现在雷根号的位置 他已经又离开了南海 进入这个菲律宾东面的海域 所以现在南海基本上来说 就辽宁号进来之后 又跟美国错开 那我们在看他打这个南海牌 当然很重要就是说 辽宁号这一次的性能 外界也会观察 的确他进场大修之后 譬如说他的轮机系统 可能真的是有更新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 他离开岛链 出台湾东面海域的时候 三四天他就回来了 过去因为没有能力 一定要回航 过去甚至抛锚过 抛锚过 爆炸过 冒烟过 所以那时候他很怕抛 然后在这个西太平洋 这大广大海域 可能没有办法去做救援 跑不远 而且他跑出这个 低岛链的时候 速度都不快 都很慢 那这一次看得出来 就换可能他这个 舰上的轮机设备 是换新的 第一个可以耐操 跑到这么远的地方 第二个他这次很特别 他带了一型 这个叫901型的 他们的新型的 这一个补给舰 那这一型的补给舰 他的左旋就有四个补给站 那专门针对航母的 右旋补给 做了设计 那这一型的补给舰 跟他过去出来带的 一型叫903A的补给舰 他的补给的能力是大增 几乎是他的两倍 不管是油料也好 航空燃油 或者是干货的补给 基本上都比过去的要强 所以因为有带着这艘补给舰 而且这艘补给舰的 速度也蛮快 他可以跑到25节 也就是说他可以跟上 航母战斗群的这个速度 所以让他的整个航程大增 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不能小看 就是说他的确性能上有提升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 还是总结来说 辽宁号不管他再怎么性能提升 他现在大概只剩皮是旧的 其实全部几乎都换了 但是他先天的结构就是有缺陷 因为这一艘航母 他基本上6.5万吨 他甲板小 机库也小 那战机又大又重 那所以他相较于这个美军的 这个尼米兹航母来讲 他能够搭载的战机板就有限 而且能够挂弹挂油的这个能量 也不足 那上面最多可以搭载24架的这种歼15 那坚实的性能事实上也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整体上来讲就是不管你在南海怎么秀拳头 当然就是维持习近平要去G20谈判的一个基本的尊严 但是如果说要拿这个就当成一个武器要跟美国对抗 我觉得还是言之过早 好 明杰哥有提到说辽宁浩现在是进入南海一带 那我们看看南海的状况 你在看这个相片 这个相片是军文社他披露了说 我们太平岛这边 那这样望远镜看过去 然后看到的是中共控制的南薰礁 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大家觉得太小了 但是其实上面是有非常多的船 他们预估说 又目测的感觉是超过百艘的船只在这边 那用意是什么 中共在南海那边一直在填岛造陆 所以过去的时候太平岛如果看到蓝薰礁 其实那也不叫蓝薰礁 那叫蓝薰暗杀 当仗潮的时候就看不到 但是你原来看到的时候 他们又要把它变成一个岛 可是他现在把它填上来之后 应该都看得到吧 变成一个基地 然后变成一个基地 那习近平现在就是一样 他在集团体那边 面对川普的时候 面对着3250亿 25%的关税 他至少要希望能够延长 能够抬一下 面子会丢掉 为什么他其实很在乎面子是 7月1号中共党禁 如果你中国这么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 你到时候在对抗邪恶的美国 那你输了你就很难看 所以他那辽宁号走出来一下 证明他有能力 所以他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很故意的 除了给你看到填岛造陆之外 整个那个蓝潜机在上海飞的时候 就永兴岛 永兴岛是他整个南海 在填岛造陆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基地 会看到说一二三四四架的飞机摆在跑道上 而且摆在跑道上 而且还不是只有一天 连续四天都看到这四架的尖石 摆在这个岛屿上了 然后这个东西就在证明说 其实他们中共前来讲说 凡犯我尽 虽远必诛 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的南海 他们也有那个尖石在那边战斗了 那为什么他们知道说这个是故意的呢 因为中共确实在整个铁岛造陆的时候呢 他在永兴岛 在永暑郊 这些地方都做了很多基堡 而且他们还宣传过 他们的基堡是恒温恒压恒湿 因为这个搬在海洋上面很容易就腐蚀掉了 水气又大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是战机其实是非常精密的 你应该是放到一个基堡里面去 那为什么没有把它放到基堡 因为在光线有星岛 是有24个这个基堡 然后把它拖出来 就是要证明给美国看说 我们的战机已经在这边常驻了 如果你美国在这边飞机跑 船舰跑来跑去自由航行的时候 我呢虽远必诛 它也是秀给美国看的 那问题是它是尖石 尖石的等级呢 大概跟苏凯27差不多 然后也跟我们的F-16 而且绝对比不上我们升级后的F-16V 那美国在随便开过去的船呢 都是F-18A超级大黄蜂 或者是 或者是呢 像初云号上去 或美国上面 还有F-35B 所以中国那个呢 还是一样 我们就知道说 它摆出来的就是秀一下说 我呢虽然可能要去面对川普 可能要被川普羞辱 但是中国呢 还是有点点肌肉的 但其实我们看到 国际局势升温里面 秀肌肉的还有伊朗 他最近跟美国 我们看这个情况是 伊朗他是击弱了美国的无人机 那击弱之后呢 他们还蛮大喇喇的 居然还公布了一个相关的影片 我们来看这支新闻弹 避对空飞弹 击弱空中的美国无人机 发动攻击的伊朗革命卫队 穿升雷斗 就让美国总统川普大发雷霆 川普震怒撂下狠话 每一开战箭在弦上 纽约时报爆料 美国军机一步升空 军舰也就战斗位置 准备周五清晨 对伊朗欢迎颜色 却在最后一刻碰上川普发夹弯 从痛批一浪 倒替对方缓夹 川普临阵退缩 难道只是为了打口水战 外界更盛传川普急踩刹车 是接受胡思电视台主持人 卡森的谏言 警告他别重蹈小步息的覆车 卡森去年就表明美一开打 恐怕毁了川普延任之路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不敢大意 随即下达波湾地区净非力 不然他原油也应声上涨近4% 每桶超过64美元 两军冲突白热化 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让情势 急转直下 美一会不会开战 然后他回答是说 希望不要 但是我们来看 本来他不是已经说 有打定主意说要派兵 要打伊朗吗 那后来说有一个人建议 所以就踩了煞车 那我们要问问的是说 因为伊朗中东还很远 跟台海有没有影响 当然还是会有影响 就是说我们看到 刚刚谈到说习近平他拉拢伊朗 那当然也希望打伊朗牌 伊朗牌不用打 伊朗自己就打 自己就把美军的这一个无人机打下来 那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事件事实上是非常大的 就是我们在看待这个 大家一般听到无人机以为说是 好像一般的无人机 商用无人机或便宜的空拍无人机 事实上这次打下来的这一个MQ-4C 它事实上是全球之音 就是RQ-4B的海用版海军版 那它跟全球之音不太一样 那外电很多报道是打下来是全球之音 连伊朗的政府都认为它打下来是全球之音 但是美军自己证实的它是海用版 叫MQ-4C 它的中文名字叫人与海神 英文叫Triton 这一型的无人机被打下来非同小可 第一个这一型的无人机 是美军所有限运无人机里面最贵的 最新的 也是最高阶的 多少钱 一架如果说单机来讲 全球英是大概36亿美金 台币36亿台币 1.2亿美金 那这一型的这个海用版的 它更先进 上面的雷达是更高阶 将近50亿台币 不含地面系统 单机50亿台币超越F35 那这个无人机是不是很大 对 很大 而且它非常高 我等一下来补充 价格我把它讲完 那澳洲准备要跟它买6架 报价是1600亿台币 平均一架是200 接近270亿台币 那当然含地面操作 还含这个训练 很多的设施 那这270亿可以买几架 F35 将近快10架 所以你知道 这样一架被打下来 对美军的这个财产的损失 有多严重 第二个就是说 这么高阶无人机 它现在有40几架 那服役之后到现在 第一次被击落 因为它原本的设计 就是要避免被防空飞弹击落 这样的一个无人机被击落 对美军来讲 是脸上无光的 为什么 这样的一个高阶无人机 它的设计 它是本来是为了取代 U2的这种高空的无人侦察机 那它是U2有人 它是无人 那它上面的这一个 平时飞行的这个巡翼的高度 将近是6万英尺的高空 近太空的这个高空 那一般传统的防空飞弹 基本上是打不到 所以它可以很高的 悠闲的在那边飞 当然有些防空飞弹还是打得到 过去U2也有被击落的记录 但通常它在做征收的时候 它会避开这些防空飞弹区 这一次被击落 表示美军非常的大意 因为这样的一个高空 又昂贵的无人机 事实上它的性能 为什么这么贵 这么好 你知道它的高空 这种几万尺高空 如果是陆用型 空用型的 它是看地面 几万尺的高空看下 它上面有这一个 包含这光电跟红外线的 这种模组 可以对动态的东西做追踪 另外它的SAR的这种 这个合成孔径雷达 不管天后 下雨 起雾 通通都可以看着一清二楚 地面连一颗高尔夫球 都看得很清楚 那它现在海用版的这一型 更高阶的 你看它的肌腹 肚子 这有一个圆盘形的东西 比较大 它上面就装了一个 新的这种主动的 这个阵列雷达 向外阵列雷达 可以360度的扫描 它一次出任务 36个小时 可以扫100万平方 海里的面积 你看是台湾的几倍大 非常的大 36小时 那它的那个精确度 它海用的 比这个空用版更厉害 就是说因为海面海浪 都有这种雷达的杂坡 它可以把它排除掉 那甚至 就是说你在水面上的潜舰 潜舰我们知道它很隐秘 但是有些传统潜舰它要换 这个要充电的时候它换气 呼吸管 身上来换气 或者它的这个潜航镜 身上来的时候 可能就被它抓到 你看那么高空的地方照 所以它性能非常强 所以我们知道 过去德国买过它的这个欧洲鹰 那现在澳洲要买 日本也想要买 南韩也想要买 日本准备要买三架 那这样的一个高阶的 高精密的这个无人侦察机 被击落 对美军来讲 这个面子上真的是非常挂不住 为什么 第一个它这个被击落可能性就不高 第二个表示它很轻敌 瞧不起伊朗的这个防空的能力 因为它可能认为说 这个区域 第一个 它情报上一定也有错误 不知道那里有部署 这样性能某个程度 是能够打到它的这种防空飞弹 第二个就是说 它认为说这个伊朗 第二可能不敢开火 结果全部都这个算错 误判 所以就被打下来 那被打下来 现在对川普来讲 这个是进退两难 为什么 因为你看它本来说 它已经下令 战机起飞要反击 有战机又跑回来 后来今天最新的说法是说 战机还没有起飞 但是它有收回成命 为什么要这样子 它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它来讲 可能像国内 美国国内就有人在批评它 那你如果不敢扣板机的话 就不要拿着枪随便指人家 为什么 会被人家认为说 你好像是指老虎 那同样的伊朗 就看破你 再来中国俄罗斯 会不会也是这样看待你 那你在G20 你能够谈到什么效果 再来就是说 川普为什么会紧急收回成命 我个人认为 以现在的市政来说 伊朗的这个市政 非常充分 它决定要提交到联合国 去做裁决 那他们双方的说辞不一样 因为伊朗说 美军的这一个无人机 入侵它的领空 到它的领空 这八海里的这个范围 但是美军说 它是21海里 没有进入 但是很遗憾的是 它的残海掉下来 落海的时候 是落在它12海里里面的领海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 也强调说 它对它有警告 而且它没有开 它有敌我识别 我们从这次 这个过程才发现说 伊朗 伊朗这些防空飞弹的能力 出乎外界医疗的强 连美国都误判 那这个为什么 它有办法发展出 这样的防空飞弹 事实上美国自己也要检讨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 它传出了这一型 叫霍达德三型的防空飞弹 如果这个可以take a doubt的话 看一下下面这一张 下面这一张是他们公布的 那这次这是叫霍达德三型 那我们看它这个外形 事实上它比较像是 早年的苏联那时代的 这个萨姆飞弹 萨姆6的飞弹 所以它是用这种 举身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车 那唯一差别是 本来履带把它改成轮型 但是它有更先进的 我们看到上面这一张 这个叫霍达德15飞弹 看起来是不是很像 美国的爱国者飞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知道 美国最近在制裁很多厂商 偷偷运送零附件 包含有台湾厂商 香港厂商 运送零附件 送到伊朗被制裁 因为很多美国技术 事实上已经被伊朗获得了 它已经可以山寨出一套 很像爱国者飞弹的 这样的一个防空型飞弹 那这样的飞弹到最后 击落了美军自己的 全球之音无人机 所以对它来讲 另外像下面这种 这个萨姆飞弹 他们这个除了俄罗斯的技术 还有很重要中国技术 中国过去也自己宣称过说 像他们的这一套飞弹系统 它的射控雷达技术 完全是来自中国的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说 这一次整个下来 第一个它的市政 就是说对美国来讲 川普收回成命 可能是他也认为 听到市政不太够 虽然他对外用推特讲说 我是因为担心说 听说美军的将领说 如果我反击的话 他可能会死150个人 我认为这个不成比例 因为我们无人机 没有人伤亡 所以我就不要发动 这次的战争 但是你看 也有可能是因为市政不足 被国际所这个质疑 另外就是说 他要出兵伊朗 还有很多的先决条件 国会也不支持 国会也是反对的 那特别是他的 所谓的动武法案 那国会也支持 认为说你不能 引用这一个反恐法去动武 另外就是说 国际的盟国 我们看到欧盟 好像也没有很支持 那日本安倍先前去访问 伊朗之后回来 对这个事件 好像也是观望 也没有停美国 只有英国跳下去停 所以整体下来 目前来讲 国际情势 如果他没有获得 盟邦的支持 要全面性的对伊朗用兵 对美国来讲 他的正当性是不足的 所以川普今天 最新接收的访问是说 如果啦 他现在不愿意 跟这个伊朗开战 但是如果他要开战的话 他会用这个 前所未见的方式 让伊朗消失 但是这又让外界说 那你到底要打 还是要合 你如果没有办法 把这个论调弄清楚的话 整个国际可能还是会质疑 那主要是因为 伊朗打下美国的无人机 说到无人机 我们其实国内也有发展 那刚刚明杰哥讲说 伊朗打下的那一艘 是50亿的台币 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发展的是 5年800亿 我们要建构一个建墙无人机群 专门供的是对岸的雷达站 这是什么样的规模 这个其实是 它一枚大概是几千万而已 所以500亿下去要整个 800亿下去要5年 代表着我们会建立一个 强大的建墙无人机 而这建墙无人机 是做什么用的呢 它就是当以后成军之后 它可以在中共要犯我们的时候 或侵犯台湾海峡的时候 它的眼睛 第一个就会瞎掉 因为这个建墙无人机 就是反辐射服无人机 它出去之后 它主要目的就是 你不会有雷达吗 雷达波出来之后 它侦测到之后 它就开始会飞到 那个雷达波的 就是雷达上方 然后直到你达到 那个雷达上方的时候 它就垂直往下撞 就直接把你雷达给炸掉 那如果说在整个 自杀攻击是无人机 对 无人机 可是现在状况是说 在整个战争里面 雷达是最重要的 当你没有了雷达之后 你就瞎了 而且它这个是 它的射程 它大概一个车子 是可以放48枚 然后是机动的 在陆地上跑的 而48枚打出去 射程最远可以500公里 所以不管你是在 对岸的福建平潭 那边的雷达站 或是台湾海峡里面的船舰 你真的对台湾有威胁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滨海公路上 随时布局 就打出去 打出去之后 你只要发射雷达 开始侦测台湾 我就把你给打掉 眼睛就瞎了 那剩下瞎了以后 那我们的明眼人 打一个瞎子 其实都是很好打的 那这个剑翔无人机 为什么它会出来 是它2017年的时候 它其实研究了很久 但是过去要不要量产 军方一直在讨论 但是现在决定要量产 那2017年台北航空展的时候 就拿出来 那个就被称为是 台湾最神秘的杀手武器 而且它确实有检验过一次 它就是在台湾射出去的时候 直接打中船舰上 雷达 然后它这是学的 是学以色列的哈比 但是完全没有模仿 它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但是哈比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以前有哈比 哈比的一个是一只老鹰 而这种老鹰的行性 是非常残忍的 我要把你玩到死 我要把你不断地蹂躏 因为它的速度很慢 而且这个三角翼呢 它翻去外之后 它整个空中 才是觉得你很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地方的人 雷达就会去找雷达 然后你都会看到 雷达到我们的雷达 也就会看看 那真是什么 那真是什么 雷达到处子了 雷达到那里 感谢观看